朋友们好,我是Mila 今天为大家阅读 《失传的营养学》第五章 第二节 糖的来源 糖类的来源主要是 骨类食物 我们最常吃的就是 大米和面粉 以面粉为例 最早我们吃的是面粉 是95粉 就是100斤麦子出95斤面粉 这样的面粉黑 口感差 有点苦涩 在后来大家都抢着吃 富强粉 富强粉是81粉 面粉就白了很多 口感也好了很多 吃到嘴里爽滑 而今天我们吃的面粉 大多数是70粉 而且还有65粉 这就是说对于一粒麦子来讲 我们只把麦子中央的定粉吃了 其他都扔了 其实上苍真的很仁慈 他自否给我们一粒麦子时 就把在体内利用这麦子 所需要的营养素都放在麦皮下了 而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在乎上苍的用意了 我们只吃了麦子 新部的淀粉 而把存在于麦皮下的维生素 矿物质 散事纤维 等都做成麦糟子 喂猪了 如果一种食物是高糖 高脂 高热量 而低蛋白 我们称它 为什么呢 垃圾食品 所以不仅快餐店有垃圾食品 我们的餐桌上也有垃圾食品 我们每天吃垃圾食品 而把营养素都喂猪了 所以人家猪很健康 您看猪吃食比人吃饭头部动作还要大很多 但你没有看到哪头猪吃食 一下子就倒了 得了脑溢血或者脑泉栓 谷物是人类重要的B维生素的来源 通过精加工 在我们的餐桌上 含有某些B组维生素的食物 已经极其缺乏了 您想想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有人讲 我每天吃很多东西 什么都不缺 因为我们现在吃的食物中 根本就不含有我们所需要的某种重要营养素 所以就是撑死你 你也不能获得所需要的营养素 当营养不均衡时 您吃其他营养素越多 对身体的危害可能就越大 因为营养不均衡时 一些营养素进入人身体就越多 就越消耗身体相对不足的营养素 导致这些营养素更加不足 比如吃进的淀粉较多 而蛋白质和维生素相对不足时 为了消耗身体的营养素 为了消耗掉那些进入多余的糖 就要消耗掉本来就相对不足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导致蛋白质和维生素更加不足了 如图十字 谢谢大家收听 下一章我为大家阅读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来源